這裡是我第一個10萬訂閱的按牌 Hi 大家好 我是HuYen 今天是5月20日 我拍拖後第一個5月20日 所以今天就開機給大家看看我今天是怎樣過的 話說我昨晚在12點後 就突然間收了一閘花 其實我對這些節日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交上我之前拍拖的對象都是韓國人 一直都不太會過5月20日 但是我現在人在香港 身邊的朋友或男朋友都會想一些特別的日子 因為下星期會有大群組聚會 大概30人左右 一些女生比較緊張 怕見陌生人 他們就說不如在大群組聚會之前 如果大家抽到時間的話 我們首先認識了大家 所以今天5月20日的活動 不是怎樣跟男朋友過 是第一次去見我的觀眾 大概首一人左右 在出門前都是想簡單的VLOG一下 因為我有幾樣東西要開箱 還有這個重點就是 我終於收到我10萬訂閱的牌 那就直接跟大家開箱一下就出去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很多東西都可以說 很喜歡跟其他人分享我自己內心的世界 怎樣想 所以通常一些比較敏感的題材 有關於我自己私人生活 內心世界 在影片中我都會很真實地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執著 我自己何時會到達這個10萬的訂閱 反而在自己一個這樣的心態下 做得更加開心 將我自己的頻道在沒什麼壓力底下去成長 也當一些觀眾好像我的朋友 希望這段時間 大家一直更新我一些人生高低起跌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有一些得著的 這樣的工作風格反而覺得很適合我 在一個心情良好和輕鬆的情況下 終於拿到我第一個10萬訂閱的銀牌銀牌按鈕啦 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相信部分的觀眾是由我還沒拍YouTube之前 已經有我追蹤開我 自己一個18歲去韓國創業打天下 一元都沒有自己在明洞拿著行李箱做代購的水貨客的時候 開始去留意我啦 我相信這個銀牌除了是見證著我 我去創作一些內容的努力之外 都見證著大家付出時間去看我的影片 我們一起去創作回來的 雖然好像很老套一樣 但我是真心的 多謝大家 好了 我們說完這個牌之後 就要開箱另一個 就是阿廖先生送給我的漢堡包燈 這個就是他當時想訂給我的新居入伙的禮物 開箱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是想要這盞燈很久的啦 但很難訂回來的 這個是彩色的 然後他另外選了一個透明 他說一定要放在家裡的話 放一對才好 所以他就買了兩個給我啦 我自己就真的不好任何的名牌手袋啦 這個是我媽媽送給我 所以我才帶著本身 我也是不太大飾物的 然後但是呢 我的錢在哪裡呢 就是花在這些家品 淋淋滋滋滋的東西 那我韓國的家品 我自己都真的捨得買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個麵包燈呢 第一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歡色彩繽紛的東西 第二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想買的 但是它不是一個便宜的燈 它也真的貴啦 我一直有上網看 但是直至到我在飯器公司裡面 看到好像是張繼聰的房間裡有這盞燈 看完就覺得我真的很想要啊 那我去我男朋友家的時候 我發現到它有一模一樣的燈 因為它是很喜歡儲存玩具的人 那我一這樣問呢 它是比較細心 我不知道它當時是很想追我還是怎樣 它就已經是偷偷地訂了 當時 那所以 現在就是收了那個福美日子 而我們也正式成為了這個情侶 它真的很好地送禮物之餘 幫我預備了這個白粒的電子和螺絲批 因為它是要用螺絲批再加電芯的 它是要用螺絲批再加電子和螺絲批 哇 太好了 由今天開始又多兩盞燈 超漂亮 超喜歡 多謝多謝 這個架是花花鼻 但是暫時還沒想到放什麼 就可以放這個在這裡 好 之後就到我做最後一個任務 我就可以去見TG Group的觀眾 那是什麼呢 就是 這次第一次跟我自己真實的觀眾會面 當然不可以沒有這些見面禮 我這個是特意在我飛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去了一台香爹買給大家的 這個是廖先生的建議 所有這些這麼有心思的東西都是他建議 因為他是心思給我世物很多的人 也希望出席不到520的Member 不要不開心 下一次我們來7月也可能會有議會 大家到時留意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會親手寫一些卡送給他們 每一次都很感謝有廠商去找我合作 也都感謝每一個支持我的觀眾 去把所有的廣告去看完 甚至覺得有興趣又或者是被我燒到的話 都會買一份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由Fan去贊助的 很多人接觸這個品牌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支噴霧 這支噴霧是由我初中的時候已經開始使用了 早前在韓國就開啟了這支控油水釀魚霜 現在香港也正式開啟了 所以今天就來試試這個給大家看 之前在韓國很熱很熱的時候就試了 有一陣子還經常需要戴口罩 怎知道用了之後它真的超棒 特別在香港我是用得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回到香港的天氣就更加潮濕和濕粒 這個它除了可以同時保濕和控油之外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很好的重點 就是它的質感 它的質感用上臉上是即時涼滲 根據它的官方網站說 就是立刻為皮膚降4.7度 當然我沒有溫度計查自己的皮膚可以降到多少度 但用上去的時候是即時涼滲的 它的涼滲的感覺是比較溫和 Mile 就不是一塗上去 嘩 好像噴了那些冰涼噴霧 絕對不是的 是舒服和對皮膚很溫和的 這個我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帶去油山換水 可能是你出去曬到臉開始有輕合合 有少少曬傷的感覺的時候 一溶上去就立刻舒緩 也不會刺激到皮膚的 另外一支就是淨膚的精華 因為它是可以有效預防一些黑頭 白頭粉刺的新增 我自己用的話 我喜歡局部用在一些泛油的地方 特別是這些鼻液位 如果想去紅印的話 我都可以塗在這裡 感覺到它可能有機會生暗瘡的時候 我就會立刻塗上去急救 我覺得阿FAN這個牌子 它自己用上去所有護膚品的感覺 都是比其他的護膚品比較輕盈 容易吸收多一點 而且它的性價比是很高 如果當你皮膚真的急需要補濕 又或者急救的時候 特別是用噴霧去濕敷 甚至是這個大大力口膚 都完全不會心痛 而且是十分之有效的 特別是我手上這兩支霜 你都會看到它是呈現半透明的狀態 它其實擦開 都是很容易推開 你看到它抹兩下 皮膚就完全吸收了 我男朋友是死都不肯塗護膚品的人 我跟他barketing過很多次 到後來他就跟我說 我只用一些不油不膩的護膚品 我覺得這個如果你是女朋友 迫你男朋友開始接觸護膚的時候 買來送給他 也是一個很窩心的選擇 另外特別是男生 油脂分泌會比較旺盛 夏天的時候更容易出油 你如何說服他同時保濕又可以控油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考慮 這個官方定價是260元一盒 如果你現在即時買兩盒的話 總共有8折 這個就是做209元一支 跟剛剛這個一樣 如果你買兩支的話 同時會有8折的優惠 剛剛介紹過的阿Fan所有產品 都可以在官網、萬寧、屈辰市 全部買到 現在還會有一個專屬的優惠POMO CODE 買到400元 還會立即送你一支 極致保濕肌底精華液 記住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上去官網買 好 現在就帶大家去我廚房 一起去拿酒 現在就是撿到這樣的情況 就買了一個層架房 這裡就是放針板 這些位置 這個收納其實真的很好 我今天的目標 我的酒就放了在這裡 因為它的店除了買凍肉之外 其實銅鑼灣這邊 它有一些噴餐 還有一些韓國的Kimpup 它裡面的主廚都是韓國人 所以今天就想拿一些給我的觀眾一起試 各位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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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是就快遲到就快遲到 超急 超趕的來到這裡 怎麼知道現在 我是最早到的那個 哈囉 我突襲了一段時間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我就被人灌了很多很多酒 所以大家已經看到我已經是醉了 接著之後 現在是被男朋友置了回家 其實也收到很多的訊息 就是如何可以進入TG Group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多點追蹤我的Instagram的帳戶 如果平時去到某個數字 穩定了之後 不會被人禁止的時候 我就會開放一條連結 可以讓大家加入 另外特別是有一個觀眾 他特意在澳門 過來這裡香港去參加這個聚會 我自己也很開心 也希望大家去收取我們的禮物 會很開心 這次第一次跟觀眾會見面 我真的覺得好像跟朋友一樣 雖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自己一開始有點緊張 因為我喝了幾杯之後 大家就完全好像朋友一樣 我自己也很期待 接下來的一個大群組的聚會 我自己這個狀態不方便說這麼多 真的完全醉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Bye